改變這個世界真的是要從年輕人開始 城市浪人分享會集合台大政大的大學生 用團體的方式挑戰任務 透過小小的行動勇敢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這群年輕人透過城市浪人 在生活當中做個發光體 30項任務 四大面相 兩周曬城 透過流浪挖掘自己無限的可能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困難 不只是在台灣校園發燒 還延燒到香港 而在今天發表的2014年秋季分享會 五校不同的學生 分享與體驗流浪的經驗 從生活中改變 與更加關心社會 它最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在於鼓勵大學生追尋自我 那這些事情跟改變 只要跨出第一步 對大學生以後 應該都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跟正面的幫助 用一點點的小卡司 讓同學彼此分享 跨出舒適圈中的樂趣 帶出創造 改變 體驗 無限的可能 我們在生活中 一些很細微的一些動作 一些可能跟一個人打招呼 或一個擁抱 其實就可以影響這個世界 帶給這個世界很多的溫度 最後的高潮 時間面對面的問與答 讓活動更貼近 就遇到了一個阿嬤 她在種鳳梨 她種鳳梨的方法是講 鳳梨上面不是有那個草嗎 然後就要把它插到那部裡面 看起來非常簡單 可是我每種 就是每次種完那個阿嬤 都要重新再種一次 她都說你這樣不對 陳尚養是一個起點 如果陳尚養可以繼續下去 她也帶給更多人起點的話 那接下來我相信 台灣的社會會更豐富 記者楊亞軍 張明慧 台北報導